何宇同学 到你了 何宇 沈月 沈月 你够 沈月 我这样不会 真的 加油 沈月 够 不用尴尬 不用害羞 你们就是练习 练习一下 演员应该就是放开 来吧 加油 支持你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动作 别动 你头发了 我都不敢看了 妈呀 你真的加快了 我可以转头 看来要再来第二招了 第二招 沈月 你这边头发也乱了 你是托尼老师吗 整个头发都乱了 我挺乱的 呃 紧张吗 有一点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有点紧张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太高 太炸了 你喜欢我吗 我 你刚刚问 我喜不喜欢你 喜欢 喜欢 准备那个救护车 吗 对 对 对 有这么快的心跳吗 心跳 我喜欢你 轮到140 你跳快吗 小姐姐 但我刚刚说完那句词的时候 还是挺那个的 挺背心的是吗 不是 不是 是自己真的会 有点紧张 能感觉到 动不动 对 很紧张 他有出汗 对 你让我们俩觉得 你俩真的是有那种心动感觉的 我们边上的人都被带入了 对 就一直想看 看得我一脸一目笑 真好 真好 所以我们先试一下 我瞅瞅一下 我瞅一下 他就想 水凯琪 我真的想 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比你大很多你知道吗 但是我真的搞你很多呀 不妨他们告诉你 我喜欢你 你们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搭档 但我拍我的心口 我真心怎么样 我们联合微博 开启无线超越班 微博方外玩法 多注定制发布 主力热补 实况热聊 点评等不定时派送 来微博 一起开启港剧记忆 感谢蓝天下官网 中国蓝天威 首席娱乐门户合作 新浪娱乐 新浪新闻客户端 搜狐新闻客户端 百家号 网易新闻客户端 中国新闻网 中国网 中华网 天意超高清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这一件主题是最佳拍档 你需要寻找一个和你最需要配养默契的搭档和你完成一整天的默契培养 最终共同完成经典IP的演绎 今天蛮巧的 给大家看看惊喜吧 走 这就是给大家准备的惊喜 大家好 我们是 时代少年团 原来今天要文给我们的惊喜是 就是全团都在这里 正好我们无限超越班 现在的主题就是最佳拍档 时代少年团也是非常有团魂的团队 互相都是彼此最佳的拍档 那我们有些问题想要问问大家 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你们觉得拍档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默契 哎呀 被你吃了 哎 我来 信任 信任 环节 啊 就是有爱 沟通 激情 坦诚 可以 可以 需要的 需要激情 那你们认为 最能体现你们默契的事情是什么 谁最帅啊 谁最帅 谁最有魅力 谁的身材最好看 你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很默契 那谁最帅 我 我 你们好统一 那谁最有魅力 我 那谁的身材最好 我 肯定是我 你们怎么都那么自信 对 因为这个都不需要 最自信的人是谁 我 就很有默契 对 很有默契 我们对了答案的 这个阶段我们无限超越班 确实是要给他找一个搭档 那你们觉得这个搭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应该跟他有共同的话题 能够陪他一起运动 打篮球 锻炼 然后也能平时就是跟他交流一下演戏的一些经验 各种各样的 对 他平时也可以跟他分享一下他唱歌 说上的一些感受 对 跳舞 那如果我们让他和这个人去培养一天的默契 你们觉得他们应该去做些什么事呢 打篮球 打篮球 是 蹦床公园 蹦床公园 建立很好的默契 哎那小刘你自己最想去什么地方玩 就是 打打球吧 如果对 好小刘马上要去完成我们今天的任务了 要跟我们未知的搭档培养默契一天 来 我们一起给小刘加个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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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嗯 嗯 在下正是神龙丝本头驼鞋 喜不喜欢跟小老头一块玩 啊 啊 又来了 我 我觉得做不到 就算你有勇气 也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是没有这个机会 他真的走运 做我们这一行 你站八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没事 眼睛是永远开的 不会关的 肚子是不用吃东西的 我是一个演员 就代表了所有东西 独角戏 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福导演过来 到现在 你说话可不可以慢点 所以那趟给人骂的呢 就也挺厉害的 怎么样把你的火 拿出来 不是熬 什么火都干 机会 一定要把握住 好 好